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厂长 东西帮你做出来了 看看你 看他们做的目不转睛的样子 有够厉害的呀 这么专业的人才要去哪里找 要怎么栽培 厂长 你夸张了 以前高职咒读机械科能混就混过去 不过真正把加工技术学的精是参加政府办理的机械加工训练课程 当时受讯非常扎实 也学会CNC车床 放电加工机操作 显长等机器的操作 最后 我考到车床以及技术证证照后 在工厂磨练才开始比较专业 对我们来说 这是我们的兴趣 也是跟朋友一起成长的工作 每天上班都很快乐 你们聊 我先忙咯 小黄和小陈他们两个之前是去职业训练中心受训的同学 所以两个人有绝佳的默契 而且上课认真的两个人 对于制图 车床 险床等等 这些机械加工的技术 都难不倒他们 做这一行技术专精的程度决定平址 哦 没想到职业训练中心 还可以帮我们培养这样专业的人才哦 对啊 而且他们两个透过专业训练 并且经过国家认可 领有技术证照 是我们老板最喜欢的人才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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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